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新闻就是台新金跟星光金要并 这不是同样吴家吗 过去我们讲台湾的这些搞银行的 叫做孤吴菜花 姓孤的 姓吴的 吴就是星光家族 吴吼斯家族 他们有星光金有台新金 那菜当然是国泰 国泰集团 他们堂兄弟 还有富邦集团 富邦蔡明忠 那花旗 花旗已经不行了 已经撤了 现在只剩很少数的一些服务 那这个当然在金融钱里面是很大的 但是最近中心金在抢新 那中心金今天中午也要开会 就是来决定他们每一股要多少钱来抢新 抢新金 那这个当然对金融业是一个大的牵制 如果你不玩股票或怎么样 当然也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没有持金融股 那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很多名利代表最近人心惶惶 你如果没有像林以锦一样 涉及诈领助理会 那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台湾昏昏牢牢的事情非常多 林以锦的台南的办公室主任 本来深压 那已经确定收压禁建 这个案情就非常重了 各位朋友 这办公室主任就表示他是奏障 奏障以后他用了哪些假人头 一定是这样 你第一次用哪些假人头 那人家把你压起来 那压起来怕你串震 怕你串震 你会讲说 这个不是人头这是怎么样 好 那他没有在服务工作 他为什么有领这个薪水 这个薪水又倒回去给林以锦吗 所以这个他就是一个办案的重点 各位看新闻有时候要这样看 那林以锦其实是自己非常害怕 林以锦当了六届议员 两届立委 他现在也不算大 五十几岁 那他的案子是什么样的案子 现在民进党也接受 怎么我们一件接一件 他们也到处在打听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案子 我自己感觉比较像是他当议员时代的假助理 来领走助理会 然后把钱去做了 给林以锦用 就好像高宏安 对不对 把助理的薪水报告 或叫他们报价班会 然后这个钱拿来做公积金给自己用 这个道理是一样 那如果连高宏安这么大咖 现在都照办到底的话 这种氛围 对林以锦其实是非常不利 很多人说 根本不认识林以锦 没有错 因为他当了这两任立委 刚好民进党执政 蔡英文执政这八年 有一半的民进党立委都没有人认识 我有一次 跟一个名嘴 我就要聊聊聊 我说谁谁你认识吗 不认识 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讲一堆没有听过 他想说为什么都没听过 因为他们只是表决部队 那他们平常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一个立委要突出 你要去监督政府 你要讲出 政府哪里有弊端哪里 这样媒体就会报导 你就会有名 那过去八年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你也不可能去攻击政府 那你有愧做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就要监督政府 那又不能监督蔡英文 也不能监督蔡英文的行政院 所以每次出来表辟都是富翁 富翁到最后没有人认识他 因为民党就是过班数 他就这样 那这一届 这一届很多新科立委 这一届新科立委有53个 就是说 立法院有113个立委 有53个立委是第一次当立委 第一次当立委 但你说他们完全不懂 不会 要是小董第一次去当立委 我也瞎瞎叫 对不对 我也瞎瞎叫 看多了 你知道你怎么运作 但是林一锦这两天他一定是非常惨 因为民进党一定要要来事后 民进党要事后他什么 开除党籍后的停止党前 当然现在还太早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被起诉 他现在是被调查 可是他的办公室助理被 等于说被收押 这个助理是办公室主任被收押 那这个民进党他现在有一个对照组 这个对照组是什么 就是黄珊珊 黄珊珊被停止党前 那停止党前 他立委身份没有消失 其实这主要是看他们的党 那他的党现在叫做保皇党 立保黄珊珊的党叫保皇党 那这个党现在 他的做法已经让很多人觉得说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告诉你没有怎么办 就是包屁到底 柯文哲财产申报不实这个案子 其实不大 他新闻会很大 但是大家看了 北市科昨天又有平进党的立委 出示了一些文件出来 柯文哲自己知道 然后说不必按照原来的投标计划 把两块地合并 那这个计划就说 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医疗啊 本来北市科这里是一个台北士林科技研区嘛 他做了一定跟科技比较有关的 那他们原来料定说 这里有两家很好的医院 一家是台北农种 一家是新光医院 这两家教学医院都非常强 那他刚好在中间 所以他只要把这个机房做成一个 你们来做投资或怎么样 跟医疗 医疗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嘛 那就是负责复合科技 所以来这边做 比如说药厂实验室 或者科技相关的一些研发 就比如说疫苗啊 或怎么样 那这个一定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啊 可是 柯文哲把它放松啊 放松以后变成 不是相关科技的行业 也可以进来的话 那你 那你这个 就会 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是在图例啊 对不对 我们知道 2019年大概 11月的时候 因为2020年 1月就要投票选总统 所以11月的时候 台湾民众党 的不分期立委已经出炉了 他包括 今年 选总统跟柯文哲搭档的 星光长公主 吴新宁 吴新宁2019年 就已经被列为星光金的 列为台湾民众党的 不分期立委 那2020年 柯文哲做了这个指示的时候 吴新宁已经是你们的 不分期立委 提名人了 那 吴新宁后来当然 也选上了立委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怎么样 这在图例 对不对 星光啊 就 他就很清楚了 依照他的 他的迹象 那后来吴新宁 到民众党里面 当部门区立委 然后后来又陪柯文哲 选总统 那你当市长时候 你为什么独独对 星光金这么好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有问题 昨天 当然又有人 又把文件拿出来 还是柯文哲自己签字啊 那你以前还可以呼隆通的讲说 哎我我只是口头在那 没有你现在有签字 那签字 那因为前面也有一块 一块这样的地 总共有三块地 柯文哲把这两块地合并 给星光金 那另外一块地 他是喜顺雄啊 喜顺雄就没有获得这样的好处啊 所以 变成可以来做比较啊 对柯文哲非常不利 所以这是柯文哲的 另外一件 那前面当然金华城 金华城的 图例啊 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说对柯文哲也不利啊 我一个朋友 他会跟我讲说 哇小董你讲柯文哲 讲这十几年来 十年来啊 十多年来可以讲说 哇 都没有 没有间断 我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 你要看他的 就是因为人 很多人很会讲话 很会讲俏皮的 或怎么样 可是你要想说 他内心的姿态 内心的态度是什么 那由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对柯文哲来讲 他是非常不利啊 台湾的政治 有时候很变化 民进党现在当然 一桩接一桩 李蓬燕 陈仲燕 然后林宜锦 这三个人柯文 那个 赖清德子弟兵啊 赖清德现在在洗刷 他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 因为他才上任没多久啊 520上任 现在才八 八夜嘛 所以他现在就觉得怎么样 就是他怎么一件接一件呢 那他现在想方设法的做法是怎么样 他要挽回他的形象嘛 赖清德 过去经营自己的形象 经营的不错 虽然他没做什么事情啦 但他很会包装嘛 包装的时候自己好像很 很中规中极 赖清德其实非常可惜在哪里 他是新北万里的人啊 万里是个穷乡僻人 可是赖清德过去当很大的官 行政院长 台南市长 立委 他对万里乡没有贡献啊 台湾这30年来对万里乡贡献最大的是朱立伦 万里都是移民 移民到澎湖那边去补鱼 补螃蟹补什么 朱立伦用行销的手法 替他们创造出一个万里蟹 没有一个螃蟹叫做万里蟹啊 万里蟹是三种蟹啊 花蟹实行三点啊 那你把这蟹综合起来 还是那个时候最盛产 所以大家看将近这10年来啊 北部的朋友 冬天都到万里去吃蟹 然后全家去开车去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等于说一个让大家觉得说 哇可以变成一个地方的特色 当一个地方被弄成有特色的话 你就会变成观光客啦 或者有人去投资啊 对不对就会变这样 那这个地方就会就会繁荣就会有利嘛 对不对大家讲 你到金门你想到是什么 共同菜刀嘛 高粱酒 酒后不开车哦 各位朋友不要卖给18岁以下的人 但你讲哎哇金门特色不少 没有错 我们金门 现在五个乡镇又偷管一个乌秋 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要给他弄一个特色 乌秋比较困难啊 乌秋 乌秋离金门实在太远了 我有一次想说去乌秋看看 坐船坐了九个多钟头 坐九个多钟头 太远了 因为乌秋 乌秋比较靠那个 靠那个 等于说莆田那边啊 比较靠莆田 靠那个妈祖那个梅左岛那里 比较靠那里 所以我们等于说是在闽中啊 闽南闽北闽中啊 我们金门在闽南 我有这坐船 这坐了好久哦 九个钟头你可以看 九钟头 好 那 金门每个乡镇都要让他有点特色 你如果有个特色出来的话 每到那个季节大家想说 最近又有什么活动了 那可能你跟你的朋友很早就规划 我们去金门去哪个乡镇他有什么活动 对不对 金门最大的活动 金门艺人最大的活动是什么 陈房爷 农历4月12 行径 那大家看到郭台银跟柯文哲他们去 去抬轿 就可以知道 那个 是一个金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那他有些地方特色 就像我讲的共堂菜刀 来到高粱九 那 你会不会想说再发展多一点 我那时候去乌秋 因为乌秋那时候只住了十几个老百姓 户籍上有一百多个 我说 那你们这边怎么不方便怎么办 他没办法只能到台湾去工作 那他们有什么那个 他们连淡水都没有 你怎么办 那他们生活很辛苦 就去海边捡紫菜 所以他们发展一个紫菜 叫做勿忘我 各位朋友乌秋的紫菜很好吃 乌秋的紫菜很好吃 他在石 比如说退槽的时候石头上 然后去剪 剪回来晒干 那这个紫菜很好煮 你想吃点东西就放点蚝啊 因为海滩上会有很多蚝啊 你就把蚝啊把它 把它采收回来 放点蚝啊 然后跟那个 紫菜一起煮 加一点点盐 好吃的不得了 又营养了 那再打个蛋花就更严满了 那你想说这样吃不饱 没关系 放点面线 放点面下去一起煮 就一碗很简单 而且营养丰富又非常鲜美 的紫菜 蛋花蚝啊面 或米线啊 麵线啊 他讲说小丛你讲的一口好 我前两天啊 一个朋友他问我 你那个 天气热有没有吃两面 我说有啊 我说梁又翔 最近的二空两面很出名在新店 一二三的二 空金的空 空金的二空啊 那大家看喔 他其实以前 大家知道梁又翔就是号称台湾厨神嘛 然后弄一弄他那真的非常好吃 那 我说他说真的吗 我要吃要怎么办 我说你要吃 你要吃就去买啊 跟他讲 他说我说现在生意还蛮好的 要排队 那他说如果还有其他家 我说那你就要上网 去搜寻董哥的美食地图 很简单 然后弄一弄他说有这么多家 我说对啊 我们 生活上 一些小小的 口户之意满足 根本不到一百块 那是铜板价 那铜板价有时候你想 欸我想吃个怎么样 如果你这小小的 铜板价就可以满足的话 这个就成为生活小确幸 你不必花很多钱嘛 你花很多钱可能 一餐要啊 一两千块两三千块 你会觉得说何必吃这么贵 其实很多便宜的 好吃的非常多啊 所以 那我有时候在看喔 我为什么刚刚讲 赖清德为什么要改变形象 他现在用的方式是什么 他就找一个健康形象的人 我们疫情期间 大家 对谁印象最深刻 是不是贾永杰 贾永杰 网络上目击很多医疗的东西啊 其实贾永杰的做法 大家觉得哇这个是一个 这个艺人真不简单啊 那他的做法 譬如说双核医院西药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马上去 网络上目击 很多人就出钱 因为对他有信任嘛 所以他的健康形象大者就确立 赖清德就找他当101的董事长啊 那当然他会被行销我不知道啊 他会去做一些健康的形象的东西 这个我们大家都给予肯定啊 所以接下来要观察 就是说那你有没有行销的人力 101的董事长叫张学顺啊 他是以前的立委 他是喜新娘派系啊 新竹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齁 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赖清德啊 他们那时候 然后就给张学顺去当原山董事长 那后来因为 苏贞昌要提拔自己人 就把一个 已经退了大概十年左右的立委 叫林毅申 提毅的毅 生命的申啊 就让他去干原山的董事长 就叫张学顺去干101啊 那张学顺现在也被干掉了 他现在被干掉了 因为他的老板喜新娘毕竟太老了嘛 没有政治实力了嘛 那现在 现在 赖清德要改变形象 101 是台湾的地标 不用讲 地标里面第一名就是101 不是故宫 我讲不是延山 就是101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我们倒数计时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看 每个地方在倒数计时 哦 现在纽约 哇 纽约 十报广场 哇 大家开始看 十报广场代表纽约 代表美国 简单讲 对不对 雪梨歌姬宴 哦 倒数计时 五四三二一 他代表谁 代表澳洲 那台北倒数计时 哇 大家赶快看 看哇 看哪里 看台北101啊 然后那个烟火 出来了 哇 大家知道台湾 知道台北 对不对 看到的是101 一定 这个就成为地标啊 啊 中国大陆 你看到的是故宫吗 不是 他的倒数计时 哦 他应该就是上海 东方明珠塔 或怎么样 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有各自的一个意涵啊 哦 那 101 台湾的地标 101董事长 让贾勇杰 好 来做 这就是赖清德的思考 但赖清德现在的问题不是 贾勇杰可以晚回来的 何况贾勇杰要做出成绩 也要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 因为现在101生意不好嘛 101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在签约的时候我就在场 他们签约以后 几杯的时候 我也在那边几杯啊 我就在场啊 大家看着我就好开心了 阿扁 那时候阿扁当台北市长 他想说哇 这一桩不得了 所以 他的整个过程 他怎么样 我都很清楚 那我当然看他成长 他最飞煌的时代 就是陆克大吉来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现在没有陆克差别多大 马航九时代 2015年 陆克来了400多万 一年 420几万 记录破了 现在没有人有办法 陆克到101来 大肆采购 每个厂商笑咪咪啊 我们要去吃个东西都要排队 101我就吃过一次排队 排了半死 不去了 都是陆克 但我替他高兴啊 因为我知道台北好吃的在哪里 不一定要到101 因为他很多店来这边插旗嘛 他本店或什么我都很熟嘛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他的生意好 我们替他感到 开心嘛 那以前故宫 也是 没有陆克 现在也差多少了 所有目标都达不到 观光人数 交通部长说今年要达1万2千 各位朋友 他哪来一万2千啊 讲鬼话 不 1200万啊 他哪来讲鬼话 他怎么讲啊 现在说啊 一千好了 现在一千 我们现在八月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八月 我们 我们六百万 不到 各位朋友 你要怎么打一千 根本都做不到 为什么没有陆克 所以政府每天在讲那些都是假的 金门立委陈 陈一箴啊 他前天 大前天碰到我 他跟我讲说 欸 学长 他叫我学长 我们金门高中了嘛 欸 学长 我明天要去大陆 我说 赶快跟他们讲 让陆克到金门来啊 那 金门因为回去就碰到 大家都 碰到我都说 现在生意没有陆克差太多了 陆克比较会消费嘛 那台湾的观光客过去 台湾的观光客比较不会消费 因为我们 不像陆克那么好奇嘛 他可能来金门第一次来 哇 金门这个 哇 这共堂回去当伴手礼 买个五十份 买个五十份 坐船 然后回去 我们都帮他包好 然后回去 哇 他送给亲戚 送给办公室同事二十盒 亲戚 左邻右舍 每个人送 各送一盒 大家觉得 哇 金门拿回来很有面子 对不对 然后金门菜刀买多少 哇 哇 这菜刀是用中 是用我们 中国共产党的 炮弹 然后把它打成菜刀 有故事 大家听了 我们打给他 现在又卖回给我们 金门人这会赚钱啊 我去大陆很多人 你们金门人这会赚钱 赚钱那又怎么样 等一下回来继续讲相关话题 欢迎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小董 像我外面很多朋友啊 台中的 Telisa 那我昨天是Telisa 是邓一金的英文名字 她说不是 我是那个 大家知道 Telisa修女 全世界大家都尊敬啊 我的好朋友李家彤 尊敬的不得了啊 李家彤是天主教 他们非常尊敬 那 我的朋友他送我这个 我昨天讲 我说邓一金 他邓一金也是很 也是很让人家尊敬 代表台湾 阳明世界的一个艺人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那另外一个朋友 阿立 他在我生日的时候 躲虐我 那我没有练到他名字 他昨天说 诶 怎么没有练我名字这么久了 那后来 后来啊 那个 一个朋友 他就把他抖虐给我 那我 还是没有练 因为昨天的抖虐太多了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讲 非常谢谢阿立 那我们 在台湾 其实你有时候看看世界 看看两岸 他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今天能够 成为今天的台湾 中华民国 他其实最要感谢了 我常讲 在人要做感恩 他最要感谢人 叫做蒋介石 我讲就是蒋介石 各位今天是 82366周年 66周年 今天政府有在做什么 没有 去年政府有没有做什么 也没有 好像每年都没有 马航九时代有 蔡英文时代就没有了 那我们 现在去巴黎奥运说 希望各国有 青年白日的枸杞 人家为什么要拿你枸杞 你们台湾的执政党的民进党 自己都很鄙视这片枸杞啊 你们早来到 巴黎奥运 台湾馆 等那些艺人 拿到枸杞 就把他丢到地上了 对不对 那镜头大家也看到了 民进党是全世界 最不尊敬 青天白日 枸杞的一个垃圾畜生党 对不对 我讲这个没有人有 有办法玩伯伯 包括民进党 民进党办过哪个活动 民进党 党内办了哪个活动 有人拿过枸杞 没有嘛 那你到世界上要求 哇 谁拿我们枸杞 要求各国来拿你的 青天白日枸杞 你是头壳坏气啊 你能不能鄙视他 为什么到国外 到境外 你要求别人 拿你的青天白日枸杞 你自己都不尊重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民进党 是个下流 下山岸的党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你凑乱了嘛 他们鄙视啊 那我怎么讲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就领导了 领导了 军队啊 从民国38年的古灵头大决 他的外省人的军队 跟金门人 他们打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仗如果进来的话 台湾就完蛋了 大家都很清楚 史称古灵头大决 其实那个年代 不叫古灵头大决 古灵头大决大概是三四十年才叫 以前都叫金门大决 金门大决 就是打败了 因为以前一直输嘛 从东北打下来一路输 输到金门打赢了 打赢了这边就站住了 各位有时候你在爬山 一路不小心滑 整个人都快摔倒 突然稳住了 因为那里刚刚有个小洞 你脚就撑住了 就没有继续滑 这个撑住了以后 人就没有往外摔啊 那蒋介石这一战 打得非常漂亮啊 前几天啊 王伟中访问我 因为我原来以为他问我说 你在那个 当名嘴子 或郭基当记者的 没有 他都问我金门的 的事情 那我们金门的 小时候的经验 当然不一样 那我们当然很多长辈 在战争里面死亡受伤都有啊 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战争嘛 那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在不死心耶 我在金门 古灵头 他其实不止古灵头在打 其他地方也得打 只是古灵头是主要战场 他原来打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龙口 龙口 那 后来 共产党输了 还被俘虏啊 人也跑不回去 因为他们坐了船 还都被打烂了 木头船嘛 所以呢 他们输了很不甘厌啊 第二年 他想说 金门旁边有个小金门 小金门旁边有两个岛 我们去偷偷 攻上去就把他打回来 因为那时候整个福建省 夏文 东山平潭 所有都已经是共产党了 3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所以他那时候土地那么大 部队那么多 所以他想说 我们就 坐船 把那两个岛拿下来 这个 这两个岛 一个叫大丹岛 一个叫二丹岛 那他就扁蛋这样挑了 挑起来的蛋子 其他还有三丹 四丹 五丹啊 因为那小岛 越大的就叫大丹 小一点点就二丹 就越来越小啊 那 那个岛 上面有驻金 有中华民国的国金 住在上面 他们就偷袭上来 结果来了七百多个人 我们 我们只有两百多个人 我们把他打败 又把他 俘虏了两三百个 各位朋友厉不厉害 这个伟大的英雄是一个营长 他叫死痕风 他前两年才过世了 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营长耶 各位想想看 那时候的气氛 你怎么去打败共产党 很难啊 那 一打的话 他们 他们共军了 连头头都被逮捕 都被抓起来 那后来全部送来台湾 后来就加入国军了 都加入国军了 很好玩 那个年代 共军 投奔 我们 国军投奔过去 那时候比较 因为 其实 那时候都是中国人嘛 那个年代 那我讲八十三 当然是里面 很惨类的 可是八十三 不涉及领土的争斗 你知道吗 他是要威责你 前两个 战役是涉及 我要占领你 那这两 这两个战役完全是外省能打的 没有一个台湾兵 没有一个台湾兵 第一上 外省跟金门人 因为他要供金门嘛 大二胆里面也没有老百姓 因为那军队那 那胆很小 那个 这岛很小啊 老百姓去很不方便 老百姓都租到比较大的岛 又比较方便 有田嘛 可以耕作有水嘛 可以喝嘛 对不对 那你在小的岛很多是很不方便 而且你要坐船来回很不方便 所以大二胆没有老百姓 那我讲这个是很 很具体 因为我都去过了 我跟各位朋友 那第三场就是 我刚 现在要讲的八二三 八二三 有台湾的兵 已经开始征兵了 那当然 军队还是以外省人为主 那这场 战主要是炮战 我也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我 我们就要 因为中共用炮来打你 他就要威责你 把你打到烂 但是会不会死光 不会啊 就是 我 我要来侵犯你 但是我没有要占领你 那我们也 把他打回去啊 当然就这样 所以 两边就是 炮战 就是 隔着 台军海翼啊 就开始打 打对方 这个就 八二三 这个是非常惨烈的 因为打非常久 美国人都介入 前面两场 美国人没有介入 这场美国人介入 美国人给 也给我们不少武器啊 我们就真的下去打 所以打一打 这场 这场当其实 打得非常惨烈 死的人非常多啊 比过去的都还多 我很多 亲戚长辈被打死了 被共军了 炮战打死 你想也想不到嘛 他第一轮打过来的 我们金门防卫司令部 三个副司令 他有一个司令跟三个副司令 三个副司令就是入海空嘛 第一轮就打死了 炮战一开始 三个人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 又匪备很多 那时候又外审了 很多是从 跟加入过共产党 他 埋藏在 隐藏在国 军部队里面嘛 所以他们会打信号 告诉共军 哦 共军 这里是什么地方 然后 他们炮就瞄准了 修正瞄准了 然后就这样 然后大概几点几分 他们吃饱饭一出来 吃晚餐一出来 棒棒棒棒棒棒 就打死了 里面当然有个抗日英雄 非常有名 他叫吉星文 我们 对立抗战第一枪 就是吉星文打的 对不对 大家看嘛 对立抗战 那 日本人说他们有个兵 失踪了 要求搜索 我们的湾平 在北平旁边 北京旁边 我们季节 然后他们就那个 我们就 那时候大家已经忍他很久了 所以就开始打 吉星文将军 吉星文将军 他儿子在板桥有开一个餐厅 他 他后来他 我们国金的那个 后来因为金门的那战使馆 他儿子把他父亲的刀把它剪出来 这把刀就是过去在抗日的时候 大刀队 大刀队的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壮烈 我们很难想象 那 他把它剪出来 大家看到 哇 原来是用这把刀去 去跟日本人打 很壮烈 大家想想 抗战的时候 已经是用枪的时代了 你还在用刀 其实有刀有枪 只是近身薄斗的时候 用刀就很方便了 大刀队 那时候抗日的传奇 那大家看到了 823很壮烈 民进党 没感情啊 民进党的徐家庆 有一次在我们TBS上节目 他说那是 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 关台湾人什么事啊 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 823关台湾人什么事 各位 啊没有我刚刚讲这三场战役 现在有台湾啊 你们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了 啊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啊 还用讲吗 是不是 你还能在这边搞台独吗 死了这么多人三场战役 让民进党这里搞台独 然后再来采 这些 牺牲的人 的血液 被他们鄙视 这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是一个不知感恩 为何物的畜生党啊 各位朋友 他是不是一个畜生党 是啊 所以我觉得说 我有时候感恩 对台湾人不用太好 他也不会感恩啊 那就算了 马上回来 反正小董真心话 83 66周年啊 今天赖金德虽然有庆祝啊 但是 有一些话 没有讲出总统的高度啊 那 我们有时候看啊 因为 这一次的 巴黎奥运 让国人 对于整个中华台北的表现 都觉得很高兴 史上第二都奖牌啊 那当然不管林洋配 那当然不管林洋配 林洋配 林洋配 都让很多人觉得很 很高兴 又很心痛 又很振奋啊 所以现在都还是有一些活动 那 那 其实这种至尊 你就是要去打回来 譬如说你在巴黎奥运 你拿到军牌 大家哇 真爽 你在战争里面 你打到了 我 我负责任讲一句话 虽然讲 83炮战 其实我们跟中国大陆 没有输赢啊 因为你没有占领我 我也没有占领你 你死多少人 我不知道 我死多少人 你也不知道 当然现在 有一些统计出来了 可是又不一定相信 那 那这种就是 没有分输赢 你打我我就打你 就这样 这种战争 不是为了要占领的 不像俄国 跟乌克兰 乌克兰说 我们占领俄国 一千多平方公里 哇 多了不起 都怎么样 他不晓得那是俄国比较 没有人烟的地方啊 那其实 乌克兰现在有些危险 你知道 有些危险 你要看普丁的动作 普丁现在还在出访 他这两天还在出访 你就觉得说 奇怪他怎么那么悠闲 乌克兰都打进俄境了 俄境 那个地方很辽阔 俄国的土地比中国大 我这边很辽阔 你进来 你要有多少部队进来 你进来以后 你要怎么分散啊 就 那当然一个战争的一个方式 但是 你看了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 说 哇 现在中华台北队 他们一直说 我们就是台湾队 没有啦 台湾队外界根本不晓得 你是台湾队啦 这是我们自己的媒体 自己自己在那边吹捧 我讲真的啦 他就是中华台北队 你看到的棋子就这一边 唱的歌就是国旗歌 你听了国旗歌也会感动 就听了国旗歌也会感动 但是我 你如果在台湾做新闻 他会讲 哇 你看我们国旗歌 我们又让老共 听了一次我们的国旗歌 好了不起喔 对不对 要听第二次 第一次林洋培 第二次 因为你 他只做金牌得主 然后你再去领金牌 旁边站了银牌跟铜牌 然后做你的歌嘛 所以我们就很得意啊 那 可是中国大陆哪里40面啊 我们 中华台北队的选手 听了40次的 义勇金进行起啊 各位我讲的就是一个政治现实 但我们不会这样报道啊 啊 我讲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啊 小董的节目是只讲事实 因为我是真心话嘛 所以我说我们的媒体会修饰 做得很 让你觉得说 哇全世界都在看台湾 没有 假的 譬如说我们拿到五片铜牌 哇你看 世界之光或怎么样 我说那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啊 全世界有谁会看铜牌 大家都没有看金牌 今年金牌谁 有没有破纪录 我不关心金牌跟银牌 我去关心铜牌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嘛 这个就 你用脑袋想就知道 这种新闻做得太过分了 对不对 我不是讲 唐家红他们拿了 那个 铜牌不值钱 我是说 你就实际上来讲 大家一定是问说 那谁拿金牌嘛 怎么会有人去问铜牌是谁 不会嘛 恒情 论事 你都要像小董这种态度 这个才叫讲真心话 好 财政部喔 他们在脸书上有 他们的那个网页嘛 他本来是中华民国财政部 他把中华民国拿掉 然后昨天被人发现了 又偷偷干坏事 有些人比较敏感 他们每天去看财政部有什么公告 有什么对不对 政府有这些公告 我们注意一下 有人要做投资 要做怎么样 会做参考嘛 诶 中华民国为什么拿掉 马上问财政部 你怎么可以拿掉呢 他说没有 我们这个就是民众 民众比较直接就可以 直接可以那个就 就找到我们啦 我们就是财政部啦 所以没有中华民国也没关系 可是行政院有中华民国 总统府有中华民国 总统府 为什么你财政部独独不要 为什么 因为要惨媚独派啊 垃圾部下山难部 对不对 他惨媚独派啊 好好的 你又怎么把他拿掉 你不拿掉没有人会讲你怎么样 因为我就照以前啊 啊这个 我们现在 赖清德在执政以后 他就每天在搞这种小动作 各位我跟你讲 这个就叫做小动作 那种小动作 对 对他 他对独派那个的话 赖清德就高兴 各位我讲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每天搞这一动作 阿扁那时候当台北市长 哦 我们 等于说 对立抗战 胜利 我们不是 有光复杰活动 他不要 他叫中占五十年 民国八二四年 阿扁办活动叫中占五十年 被我骂 什么中占 中占是日本人的用法 日本人打输了就叫中占啊 可是日本人杀那么多人 你们为什么一句话都不敢讲 因为你们民进党是日本人的狗啊 民进党是日本人的狗 我讲有错吗 泡到日本人什么话都不敢讲 你们都畜生做惯了嘛 阿扁那时候被我骂 哑口无言啊 我那时候修理他 真的是 我跟阿扁当然 那个跑新闻 交情是很不错的 我老实讲交情是很不错 跟他吵架过 他讲 那时候的阿扁还得了 现在柯文哲跟那时候的阿扁 怎么能比啊 柯文哲现在 弊案缠身啊 五大弊案现在在他身上 他过去要查郝隆斌五大弊案 结果查到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一个大鸡蛋也被他卡到现在 那你现在如果到台北东西 东西本来沉寂了一阵子 现在东西喔 哇生意好得不得了 要去吃个饭都要大排长龙 买个东西都大排长龙 为什么 因为人潮慢慢回来 回来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想看嘛 大鸡蛋只要有个活动 现在打个棒球 来了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 他要不要吃饭 他要不要买东西 那不得了啊 马上整个东西喔 我们过去喔 有一段是停止的 那现在 因为大鸡蛋 他把信力激发器跟原来的东西啊 东西当然就是指 喔 光沐南路 那时候你的城市规划就要这样 可是你要让人来的话 你就要有活动 柯文哲把 把他断了那么久 现在台北市民 你要庆幸了 不一定说讲完安当选怎么样 柯文哲 没有再当台北市长 是台北市民 最好的事情啊 这个人就是 但是他把很多事情拨坏 说自己在改革啊 他就是一个幻童 一个草包 然后每天讲得很好听 然后很多年轻人 那种年轻人没有是非的 阿伯讲几句鬼话 他就很兴奋啊 我昨天骂他啊 骂那些年轻人啊 畜生都不如啊 为什么叫畜生都不如 欸你怎么可以骂人 我骂你怎么样 你组装十八代我都骂了 我也不怕你啊 我告诉你 柯文哲要选台北市长 他还在台北市狗民廊的大本人 då 过去喔 他们派一只狗去当前 何况现在派一头猪啊 狗跟猪是不出生 是啊 他狗在讲谁也蛮久啊 猪呢 在想连盛文啊 那你们年轻人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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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們可以讲别人 别人不能讲你 你们是出生之流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看不起那小巢 没有什么是非 我小董是一个怎么样 我是以暴至暴的人 我才不管你 我又不掺險 我幹嘛對你們這些人客氣 對不對 你們先這樣 我就要回首 我可以讓你刪錢 但是我就要回首 我就跟館長講 你跟我打 我讓你刪錢 但是以後 我就要打回來了 當然我不是打你刪錢回來 我就說我要還手了 刪錢過後我就要還手了 你們這小草 沒有水準 你們自己做什麼去霸凌別人都可以 現在柯文哲現在大後臨頭 各位可以看北四科 可以看金華城 那種徒利廠商的那種嘴臉 到了匪夷手師的 估計他每天在罵別人 哎呀那些財團吃人肉 用刀叉 笑死人 你才用刀叉啦 你代表財團在吃人肉 對不對 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吧 現在阿伯糟了 各位朋友往下看吧 我們今天謝謝收看